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皇喀玛巴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传承三宝 敬礼父母主尊 北方不空成就佛 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的贵宾 中篇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许雅琪师姐 中篇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许雅琪师姐 张德伟睡眠科医师及母亲齐春琳师姐 张德伟 张德伟梓傑 张德伟2015年 。拜托 ação 张德伟 天气非常热,大家忍耐一点 我差一点油都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做这个不空成就佛的护膜 这一尊比较少人知道,不过非常重要 怎么重要呢?你看它在人体的排列里面 它本身就很重要 这个毕如这那佛是安塞明心轮 五佛、五轮、五金刚 这个五佛呢,中央毕如这那佛 在侯轮是西方阿弥陀佛 在心轮是东方阿出佛 在季轮是南方宝生佛 在密轮是不空成就佛 所以不空成就佛很重要很重要 北方不空成就佛是成所作智的代表 成所作智的代表 也就是成就所有作为跟它的智慧 它的成就所有的智慧作为 这一尊佛呢 它就是不空成就佛 组结膜布 什么叫做结膜布呢? 结膜布就是做法 在我们密教里面做法当中 四大成就 习、增、怀、诛 习就是习灾 增就是争议 怀就是敬爱 诛就是降福 它组结膜布 四大成就法 你所求的在做法当中能够不空 也就是所求都会有 那么今天呢 这个联姻上师跟我讲 今天足其辙不是很多 我想说 不对呀 因为有两尊最重要 一尊佛跟一尊菩萨 这两尊都很重要 你要祈求求这两尊 一尊就是不空成就佛 在佛部 结膜 结膜组 就是不空成就佛 一尊就是观音 在莲华部 不空坚守观音 不空坚守观音 这两尊你跟他祈求 因为都有不空两个字 所以你不会空求 至少呢 不是说全部给你 你所求的不是全部给你 至少也应该有一半吧 有一半已经很好了 那个扫扫也可以 那个广东人讲 咻咻 这个哥哥的太太叫咻咻 咻咻是扫扫的意思 至少也会得到扫扫 不会完全空求 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不空成就佛 他本身在五佛当中 虽然排名是这样子 毕如 遮那 阿弥陀佛 阿弗佛 阿出佛 保身佛 不空成就佛 但不空成就佛 他主结膜部 结膜部就是说 所求的一切法 所修的一切法 你所祈求的 皆能够得到圆满 还是叫做不空成就 那么他是主要的颜色 他最重要的颜色 是这个 绿色 最重要的颜色是绿色 那你没有绿色 你就穿蓝色 蓝色也可以 穿蓝色 那么蓝色没有 穿金色也可以 金色 金黄色是通用任何一尊 通用任何一尊 就金黄色 金黄色通用任何一尊 然后黑色也可以 因为北方 属水 水是黑色 你看那个水 在海里面 到了深海 最深的海的地方 你看那个海水 是黑色的 再进来一点的 黑色 黑色的再离开一点 我不知道什么颜色 总之也是有一点颜色 有一点那个前海的地方也是 最深的海是黑色的 我曾经在黑色的海游泳 我曾经在黑色的海游泳 游泳的都叫下去游泳 然后每一个人丢一个救生签给他 海上的人丢救生签给他 那救生签要丢给我 我说不用 我跟他咬手说我不用 他就没有丢给我 我认为我很会游泳 所以不用不用 隔那一下子 这本来是这个 在深海 最深海 黑色的海当中 这样浮游 突然之间 来了一阵轰浪 这个船也摇摆得很厉害 船也摇摆很厉害 那个浪也很大 这个时候 我看看船上 已经没有丢 丢救生签的人 我赶快就游到这个 游到船的那个旁边 船旁边有一个梯子 它可以爬着梯子上去 那要抓那个梯子 这个 有时候船一摇 浪一摇 又把你移开一点 再游回来 那要抓那个梯子 又给它冲开 我联系抓了好几次 抓到梯子 然后马上往上爬 往这个上面这样子爬 这个一爬上来 觉得两只脚软 所有软都几乎没有力 所有软脚软 都几乎没有力量 所以人有时候 不能自信满满 自信满满 有时候 虽然你自己会游泳 而且在深海里面 刚开始这个海 海的波浪不是很大 到最后变得摇晃得很厉害 这只是一时之间而已 我那是下海去游泳 下那个很黑的海去游泳 那个时候 有谁在 波多亚马塔 孙母睡觉冷了 有在啊 有在啊 有在怎么没有棘手呢 那在墨西哥呢 波多亚马塔出海到深海的深沟里面 哇 哇 真的 所以这个游泳哦 有时候不能有时候有自信或者怎么样 那水底下有漩涡 哇 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 墾丁啊 在墾丁 台湾的墾丁啊 那边写着 就轰浪大 静止下海 轰浪很大 静止下海 结果那天啊 真的沙滩上 连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几个人在 老大在 老大老二都在 连我上司 连事都在 我一个人啊 这义高人胆大 这义高人 自己觉得我从小就会游泳 怕什么 这个样子 蹦 不蹦 就下水 有几个也跟着我下水 那时候 下去游的有几个 张王明跟郑玉信 张王明跟郑玉信 跟我都下水 都下了水 我游的最远 结果 回不来 意高 人胆大 你会游泳 没有错啊 我自由式也会 蛙式也会 养式也会 蝶式也会 还有什么狗爬式也会 反正我通通都会的 我怕什么 这个一下去 啪啦啪啦啪啦 游的好远 一下子浪 推着你走 一下子就到 那个 他们两个在海边细水 郑玉信 跟这个张王明 两个在海边细水 我游的最远 好了 我一看 游的差不多了 距离很远了 我回来 回来游到这个岸边 将近差不多 两百公尺的时候 发觉游不回来 那种浪 在台湾叫做 萧高浪 萧高浪 轰狗 轰狗浪 轰狗浪 它上面虽然是推上前面 底下是往底下拉 下面是用拉的 两只脚好像被两只手拉住你的脚 我的两只脚怎么样子拍打 它都被拉住 游不回来的 哇 阿弥陀佛 真的阿弥陀佛 我那次真的好紧张 糟糕糟糕 我又不能喊 救我救我 这样子 我不能喊 因为我以为我是最会游泳的 在当中我是最会游泳的 我喊救命的话 是不是丢进了师尊的脸 又不能喊 又要想回来了 他说游的几乎快没力了 我说完了 这次一定死了 包死了 这个一定是被海龙王叫去当女婿 哇好惨 然后呢 我就整个人没有力 几乎没有力 往水底下沉 沉下去的时候 我眼睛是张开的 沉下去 发现有一条黑黑的东西 原来是绳子 那是绑船的 有时候我们船回来的时候 船靠岸的时候 他在沙滩上有一根很大的柱子 绑着这个 那个绳子 一直绑住那条船 让他的船不摇晃 不流走 是绑船用的 我就拉住那条绳子 在水底下拉住那条绳子 不放 等他的让往前推的时候 我就拼命拉绳子 拼命拉 然后他往底下在拉的时候 他往下拉的时候 我所拉住绳子不放 因为整个人被海底这样子拉回去 我绳子拉着很紧 不放 等他他不拉的时候 又往上冲的时候 我赶快再拉 一直在海底下 在海底下这样子一直坐 到最后一直到海边 我始绑 我始终没有放开我的手 拉住那个绳子 那条绳子救了我的命 上回好像有讲过一次 爬上的沙滩 明明在那边喘 他们在看我的时候 我就变得 我自己游回来 然后大家 我们那时候拍一张相 张黄敏啊 郑益讯啊 那么我啦 老大啊 老二啊 连佛连 连士 还有几个人 还有那时候有一个女的 叫方贵美 那他跟我 就是基友赏 就是我的 帮我这个 叫我这个启灵 帮我开天眼的那一位 那个师姑啊 清衣夫人 那基友赏的 这个弟媳妇 弟媳妇也在那里 叫方贵美 他们是东士人 他们都有去参加 那一次的海边 然后我爬起来 大家照一张相 我发觉那个相片出来 你知道吗 我的游泳裤里面 全部都是沙 游泳裤里面 全部包的都是沙 我自己以为说 哇 差一点啊 差一点这个 爆光 差一点这个布光 因为裤子斜一边啊 因为整个杀在那边啊 所以我们这个意高啊 不能人太胆大 有时候真的是 要小心一点 像今天是夏天啊 天气这么热 你去游泳 虽然你游泳的基数很好 也不能太自信 因为有的地方水很深 你不知道 另外还有咸货 那个水底下有暗流 有咸货 这个千万要注意 经过这个交信以后啊 这个 以后都在游泳池游 不过啊 我这个游的最远的 现在还在啊 游的最前的两个啊 张皇民跟郑宜迅 他们都到西方节乐世界去了 应该替他们哀倒 不能笑 张皇民 郑宜迅 帮他们哀倒一下 我们今天讲这个 这不空成就火 它主要是不空 而且是成就 你所求的不空 而且一定成就 叫不空成就火 不空成就火 它主要是组 结膜部 那么结膜部 就是所有的人 祈求的对象 这世间法 所有祈求的对象 就是不空成就火 我跟连映上师讲说 这个 今天人啊 祖起的很少 这不空成就火很伟大的 这不空的 怎么可以人那么少 这一讲完 大家通通都报名 报名族旗 有福分的 懂得这一尊佛的 应该要报名族旗 这是最重要的一尊 报名族旗 你祈求了 那你就不落空 不会有空的 一定是在不空成就火的本身的 这个佛光的 佛光的 影照之下 一定会有成就的 我们再谈谈这个 大阎满九次地法 再讲大阎满九次地法 我们今天讲的是连华生大事 连华生大事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不用讲 就结束好了 不过稍微讲一点 因为连华生大事是我们八大本尊之一啊 八大本尊之一啊 是我们生活中的八大本尊之一 因为密教的古鲁仁波切 就是上师仁波切 也就是藏密的所有的最高的祖师 还是连华生大事 连华生大事他出生的时候啊 他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的八年 第八年 他出生在达拉戈霄海 有一个海叫做达拉戈霄海 那个他们印度北部便没有海 但是把大的福都称为海 很大的福就称为海 所以叫达拉戈霄海 那里长满了莲花 莲华生大事就在莲花里面出生 所以是那时候有一个乌金国的国王 北方乌金国的国王 北印度乌金国的国王 他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寻宝 在归途当中啊 回来当中得到空行母的指示 说那里有一个宝贝出生 所以你要去把这个宝贝带回来 回去养 那个国王呢 到了达拉戈霄海的这个莲花旁边 真的看到莲华生大事 一个宝贝在那里 在莲花的中间 结果他就把他抱回去 起名就叫做这个莲华生大事 因为他是莲花里面出生的 所以我们莲花童子 全部都是莲花出生的 那个莲华生大事是莲花出生的 还有一个后庙吉祥友 我讲过了 这个前的庙吉祥友 延吉以后 后来转世成为后庙吉祥友 他也是在莲花里面出生的 那么他也是莲花童子 后来这个后庙吉祥友 也教导了莲华生大事 莲华生大事的根源 我告诉大家他的根源 他本身是释迦摩尼佛的身子的转世 他的释迦摩尼佛的身 阿弥陀佛的嘴 阿弥陀佛的语 观世音菩萨的心 可以讲这个身口意 释迦摩尼佛的心 所以大家也很奇怪 释迦摩尼佛的身 阿弥陀佛的口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意念 这样结合的 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 师尊到了43岁的时候 我有一坨的长发 黑色的长发 黑色的长发 非常的漂亮 阿弥陀佛的 我很珍惜这些 这些头发的 阿弥陀佛的 每天照着镜子 就梳啊 梳头发 我那时候身上戴着一个梳子 拿着 戴着镜子 戴着镜子 输着自己这个 感觉到自己满意啊 很潇洒啊 这头发 摇一摇 很性格啊 很好 一头黑发 太美了 但是那个时候啊 菩萨跟我指示 你43岁就要出家 我说我才不出家呢 那么好 对不对 Friday night 可以go to 那个teaven dink wine and go to night club dancing 卡拉OK sinsong so good 我说 I don't want a monk 对 我不喜欢 I don't like a monk 我不喜欢光头 结果 那一年啊 头发居然 一洗澡 一抓就一把就掉下来 一抓就一把掉下来 我看头发没有几根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可以 现在有直牙的 我们知道吗 有没有直头发的 也有啦 哎呀出家太早 那时候还没有知道有什么直头发 哇 哇 头发掉了 这个掉得稀稀疏疏疏的 哎 实在是 没办法 他说我43岁 我一看时间差不多耶 43岁 哈哈哈 刚好这香港那个果贤 老和尚 他现在也老了 果贤大和尚 果贤大和尚 來到这个西雅图 他是归于我的地 他是归于我的地 我开车啊 那时候我开车啊 那时候我开车啊 载着果贤 这个大和尚 到文科巴 到文科巴去 那个三岩寨 有没有 是我开车载果贤去的 我开车载着果贤 开了三个小时多 到了这个文科巴 再开回来 我是载果贤法师去的 那果贤法师呢 是我的弟子啊 他归于我 但是呢 他说 他跟我讲 他说这个 二月十号吧 农历的二月十号 是不是 这一天是最好的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二月十号 是最好的日子 农历二月十号 是最好的日子啊 因为啊 连华生大师也是在 在那天剃肚 给阿难剃肚的 阿难尊哲 给释迦摩尼佛一剃肚 连华生大师就是放光芒 我那一天啊 我那一天啊 二月十号那一天 就真的给连华生大师 不是 不是我给连华生大师剃肚 二月十号 二月十号 一剃肚 这个佛青 站在这个 那个真佛秘院的楼上 谁 巴巴不要剃肚 他一直叫巴巴不要剃肚 他已经剃下去了 没办法啦 而且不剃的话头发也会掉光 干脆就剃了 剃了呢 他果贤 他有带了很多的这个 袈裟跟衣服 他当时帮我穿上 是选教的袈裟衣服 帮我穿上 我一看镜子 不是很好看 但也不是不好看 果贤在后面讲 剃起来很庄严啊 剃起来很庄严啊 剃了就剃了吧 剃了就剃了吧 等你回去以后 我就还属 等果贤大和尚回去以后 我就还属 回去以后 我觉得说 我说你回香港以后 还来不来 他说还来 还来我就完了 还来我还属那不得了啦 对不对 那干脆保持下来 他还来那几次 其实我们这个 西雅图的一张市 他的捐款是最多的 果贤大和尚 他的捐款 都是最多的 那时候我们每一家 八家人 一家人出两万块 一家人出两万块美金 但是果贤法师 他一个人 他就吃十万块美金 真的 他是见识的真正的金主 是他 其他的每一户出两万 大家把它盖起来 买地啊 也盖起来 就盖那个 所以西雅图的一张市 就是这样子盖起来 那我非常的怀念他 我去香港 他来问我 他说 你明心见性 那到底是什么啊 我看他的废根啊 废根很重 他有很大的废根 我跟他讲了一句 在他的耳朵旁边讲了一句 他说这样我知道了 果贤法师 他现在也是开悟的大和尚 阿难尊哲给这个连华生大度剃度以后啊 连师的师父啊 他去拜了很多的师父 那时候他不是说 很多人讲啊 师尊的书啊 很多都是从这个 这个经典上 这个抄下来的 经典上抄下来 你说我不从经典上抄下来 我从哪里抄下来 我问你啊 从哪里抄下来 啊 师尊的书啊 有很多是从大藏经里面抄下来 我不抄大藏经 抄什么经啊 啊 抄乌龟王八经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本来你佛法就是佛法嘛 佛法本来我看了经典 认为这一句很好 当然给他用在这个我的书上嘛 对不对 那这样不可以吗 抄大藏经不可以吗 大藏经没有版权的 我告诉你 他因为他没有作折啊 他只有翻译的人啊 没有作折的啦 所以他没有版权的啦 谁都可以抄的啦 你们抄有没有抄阿弥陀经 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抄高王观世音经 大家都是抄 这这文抄公嘛 而且呢 还想师尊的书都是抄的 当然啊 我抄乎那个我们的国语词典啊 我所有的字都从国语词典出来的啊 我不抄国语词典 还在我自己创造文字啊 我创造文字我你们也看不懂啊 对不对 所有的文字都是抄的 抄哪里啊 老师教的 国语词典的 哪一个不是抄的 我卢胜宴也是抄的啊 我父母亲教我 你写啊卢胜宴 这是你的名字 你就写啊 这个叫做卢 我就写卢胜 还是抄我父母亲的咧 卢胜宴也是抄的啦 我告诉你 哪个东西不是抄的 谁讲不是抄的 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抄的 你生来就会啊 你活法生来就会嘛 你出生啊 你出生啊 我告诉你 你只会吃东西啊 只会吃妹妹啊 你什么都不会的 我们本身啊 就是在抄袭社会的 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所谓文章啊 就是把所有的青菜水果 什么东西 这个肉啊 水果啊 青菜啊 汤啊 放下去 煮出来啊 看看是什么味 煮得好啊 哪个火锅料理啊 文章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把很多东西拿来 炒一盘 炒 你炒的好的 就是好文章 你炒的不好的 就是烂文章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你以为文章 都是你肚子里面的东西啊 我告诉你 把你倒掉出来 你连一口水都吐不出来 什么叫做抄袭 我告诉你 放在脑海里面的 写在书上的 这个佛 释迦牟尼佛讲的句子 我们把它移到书上来 所有的大成者的著作 我们认为跟这篇文章的 把它移到书上来 加减乘除 做柴红一样啊 要剪的剪掉 要增加的增加 要配合大家穿的身子 这就是一件很好的衣裳 同样的布 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材料 文章啊 都是同样的材料 材料给你啦 这些材料通通抓来 然后把它组合 加减乘除 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这个才是叫做自己本身的创作 但是呢 你要 你自己要有创意 也要做出新的东西 做出新的东西 我告诉你佛法 你只要做出新的东西 人家想 富佛外道 你是富佛外道 那个东西不是佛讲的 是你自己创作的 创作的都不行啦 创作的都会被骂 富佛外道 不能自己创作佛法 必须要依照 释迦摩尼佛的圣言量 所以什么叫做抄袭 你还不是抄袭 你妈妈 你爸爸的基因 才生下你 你从小的语言 就是跟你爸爸 你妈妈学的 在学校 学老师的 抄袭老师的 在家里抄袭父母的 在社会 抄袭社会的 啊 到了哪里 你就抄袭到哪里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一切习惯 从大染缸里面抄袭来的 哪一个人不抄袭 包括你吃喝拉撒 都是抄袭的 自己想想 刚出生的时候 你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都是抄袭来的 好 解释完了 我的文字啊 我告诉你 哇 你以为 这个好像是说 我的这个 我出版的书啊 那些文字都是抄袭来的 当然啊 那是国语词典里面 所有的字啊 都是从那里抄袭过来的 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不会的你没有办法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有一句话 我们以前啊 我们以前老师 你抄袭我的 我 我 不要紧 你拿我一点珍贵的东西 去编成一本书都没有关系 因为啊 所有的 文章 所有你的知识 所有你的邪识 所有你的佛法 全部是抄袭来的 我抄袭自我自己的老师 我老师怎么教我 我会怎么样 所以连华生大士的师父 不是 连华生大士一出生 便不是 就完全懂得佛法 便不是的 他拜了很多的师父 第一个 妙吉祥游 后妙吉祥游 不是前面那一个 是后来转世的妙吉祥游 龙树也是他的师父 这个 宾妈拉米扎 宾妈拉米扎 宾妈灵体 宾妈灵体 就是最伟大的 宾妈灵体 宾妈拉米扎 也是连华生大士的师父 施力心他 我们 他跟随最久的 多久啊 他跟着师利心哈 也是二十五年 那么恰好 这个师利心哈 跟随妙吉祥游 也跟了二十五年 连华生大士跟着师利心哈 他写大圆满九次地也跟了二十五年 然后他综合这些东西 到了史陀林去修行 连华生大士是苦行出来的 苦行啊 苦行 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在这个写山苦行 六年 连华生大士在 这个史陀林苦行 苦行的时候是怎么样 他的法座 他的法座 就是所有的尸体 把尸体叠起来当法座 把尸体 割屎布 割屎布 那种布呢 就是绑死人 他们印度人死的时候 都是用白布把它铲起来 他就是拿那些布来做自己的衣服 披在自己身上 穿的就是那个东西 他拿的法器 就是人骨法器 是人的 这个 这一栽骨头 或者这个Binagun 这个骨头 插了三个骨骼 拿着当法器 叫做Kachang Kachang 那一种东西叫Kachang 三个骨骼 一个法器 叫Kachang 这就是他的法器 他的吃是吃什么 吃人家 把那个尸体运过来 丢了 然后再撒一点这个贡瓶 花 撒一些花在这个尸体上面 然后再撒一点这个 这个馒头 或者是他们印度人吃的这个 咖喱啊 印度饼啊 这些就丢在魂场 祭拜的用的 他吃的就是那个东西 穿的 就是 那个果死布 拿的法器 就是人骨的东西 以人骨的东西当法器 再来呢 他本身的法座 在打座的地方 就是在 坐在死体上面 尸体上面 做法器 现在印度的这些这个 瑜伽寺 都是把那些骨灰啊 烧成的那些骨灰拿起来涂自己的身体 涂满了自己的脸啊 涂满了自己的脸啊 身体都涂满了这个 这个尸体的骨灰 莲花生大士在那里修行 得到了 普巴金刚的勇战 普巴金刚啊 普巴金刚啊 普巴金刚就是史陀林的 这个守护神 史陀林的守护神 那时候普巴金刚呢 他 看到莲花生大士这样子 他跟莲花生大士斗法 被莲花生大士降服 变成莲花生大士的剑属 所以普巴金刚 莲花生大士的愤怒声 就是 这个普巴莲师愤怒声 愤怒声 他显现出来是普巴金刚 是莲花生大士的 进入普巴金刚的心中 变成 古鲁仁波切的普巴金刚像 这就是他的愤怒声 另外 马陀明王 马陀明王 也是在那个时候 涌在了莲花生大士 马陀明王 马陀明王 所以这个大圆满九次地啊 空行灵体 空行灵体 空行口节当中 就有这两个明王 就有这两个明王 在莲师的旁边 这个是马陀明王跟普巴金刚 到时候他在史陀林里面啊 得到了圆满的大神通 很圆满的很强威力的最强威力的大神通 在那边修炼得到了大神通 以后呢 这个赤松德真王 知道这个莲花生大士 他神通广大 就邀请他进入西藏 因为西藏那个时候啊 离魔王良 很多的魔在那里 大家信的都是奔波教 就是黑教 黑教叫奔波教 因为奔波教 那个奔波教也起得很好 奔奔跳跳的 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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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奔波教 整个西藏都是乱七八糟的 都是信仰这些石头啦 树林啊 这个太阳啊 夜亮啊 这个山啊 符啊 就是信这些 好像是说自然界的这些 连那个狼他也信 狼啊 那个狼叫方野狼 方野狼在西藏有一种狼 一群一群出来的狼 方野狼 另外还有豹 他们也信豹 也信狼 狼神 豹神 蛇神 什么神他都有 牛神 那时候黑教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赤松德真王 请连华生大士进去传正确的佛法 赤松德真王 就是文珠实力菩萨的化身 灵华生大士 是释迦牟尼佛的身 阿弥陀佛的孔 观世音菩萨的心 的综合 阿两个人见面阿 一个是文书阿 一个是斯嘉 本来国王自己认为很大 赤松德真王 赤松德真王 整个西藏都是我的阿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你 我虽然请你来 你大法师也要跟我礼拜才对阿 两个人在亚鲁藏布江的这个边边上 这样站着 谁跟谁顶礼阿 一个是文书化身的赤松德真王 一个是斯嘉摩尼佛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综合化身 两个人见面 文书也不敢 也不想低头 因为我是王阿 我是国王阿 我哪里跟你低头呢 对不对 另外一个 他说我是斯嘉阿 我是阿弥陀佛阿 我是观世音菩萨 我哪里肯跟你低头 那两个人对慈在那里 结果 莲华盛大师一想 是人家邀请我来 我是克阿 他是主 我干脆低个头算 他就跟他先 七手 合掌 顶一个 合掌低下头来 顶一个礼 这一顶礼阿 那个国王的衣服就烧了 发火 火就烧了一边 烧焦了一边 这个时候就知道 谁比较大 是这样子的 因为两个都不低头阿 一个是国王 一个是法王 那两个到底谁要跟谁顶礼 他是主人 他是客人 所以客人 莲华盛大师说不好意思 来了 他如果不跟他点头 他不给他薪水 还是跟他点了一个头 结果这个 赤松德尊王的衣服就烧了 烧 就发火起来 莲华盛大师一共进入西藏 有55年 55年之久 他在那里阿 真的 有三个很大的成就 第一个成就呢 他收服了所有西藏的 所有的邪魔外道 所有的魔阿 离魔王良邪魔外道 全部归顺佛法 全部当成佛法的本身的副法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啊 就是昨天晚上讲的 要做副法金刚 你们就是说 帮助 Truvula School 帮助这个中派的洪洋 你们当副法金刚 出钱出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 他本身啊 这个 莲华盛大师 进入这个 西藏 就降服了所有的邪魔外道 跟离魔王良 他的神通很厉害 我们今天是为了降服这些离魔王良 所以才出钱出力 当副法金刚 这是他对西藏的第一个最伟大的贡献 把佛法传入西藏 收服了所有西藏所有的邪魔外道 离魔王良 然后他替西藏变成一个佛国 一个藏密的佛国 然后他第二个 他把这个佛法传给主要的几个人 第一个佛法 第一个传的人 第一个他传给伊西藏叶 就是他的佛母 称为佛母 传给他 传给他的妻子 等于连华生大士的这个佛母 第一个传给他 第二个传给谁 传给赤松德尊王 赤松德尊王 跟伊西藏叶 然后呢 他有第三个很伟大的 他建立的双亚寺 叫做任应寺 翻成国语就是任应寺 其实是双亚寺 双亚寺 做成为 这个 以这个 整个宇宙的形象去做双亚寺 中央西弥山 旁边有四大洲 八小洲 七金海 七 七个金海 七个香水海 中央西弥山 四大洲 八小洲 七金海 就依照这样子的形式去建了双亚寺 双亚寺最好的 他是 连华生大士 就是聘请 碧如则那 不是碧如则那如来 是有一个也叫做碧如则那的一个议师 他懂得黄文 懂得藏文 把黄文译成藏文 把黄文的经典译成藏文 叫做碧如则那 在那个双亚寺 翻译了很多的很多的藏文的佛经 藏文的佛经是那里出来的 那就是说 他第三大的贡献 就是建立了双亚寺 第四大的贡献 他本身啊 把这个空行灵体 空行灵体是连华生大士所知道的 新耀果结 大爷满久之际的新耀果结 所以 一喜出嘎 就是 浮藏在 所有的尼佛尔 西藏 不但 任何 虚空之中 湖底 岩石里面 通通藏到这些经典 因为连华生大士知道 将来有 狼 达马王 灭佛 将近有几百年的时间 都是灭佛的 没有佛法的时候 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佛法全部藏起来 藏在岩石里面 藏在湖底下 藏在 溪空之中 藏在 藏在 森林里面 藏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样子藏起来 等将来 所有的转世的人波切 经过天起之后 这个空行母的起誓之后 去找这些佛场 重新把佛法拿出来 这就是他本身 连华生大士 这个第四个最伟大的地方 西藏密教 可以讲 连华生大士是 第一位的祖师爷 他一共啊 有五位 大的民妃 五位大的民妃 二十位中的民妃 五十位小的民妃 他佛的时间很长 佛的时间最长 五位大民妃 二十位中民妃 五十位小民妃 五十位小民妃 你看多少民妃 他最后啊 这个 骑着天马 四天王 彭天马给他 他骑在天马上面 腾空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世间之灯啊 一刀两断 世间的一切的灯 一刀要两断 你五毒啊 你五毒啊 攀陈之一慢 是可以佛用的 变成五用 五毒变成五用 你可以自在儒儒 在佛法当中 可以自在儒儒 你那个时候啊 当你得到了佛法 只懂得禁师 重法 实修的人 一定会 民心见性 开悟 得正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连华生大事 这个 我现在再 讲几个笑话 给大家听一听 有一个小孩子跟妈妈抱怨 你怎么把我生的那么胖 妈妈这个 回答一句话 我生你的时候才六斤多 关我什么事啊 对啊 不是妈妈把你生的那么胖 是你变成自己把自己变成那么胖 人为什么会胖 是你的嘴巴胖 是你的嘴啊 太大了啦 通通都吃了 才会胖 因果关系啊 我们今天学佛法一下 你会变成怎么样 看你吃了什么东西 你就变成怎么样 活法也是因果啊 你吃了什么 你就变成什么 所以这个不能怪师父的 谁叫你乱吃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能怪我说 灰金低头 灰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现在已经瘦很多了啦 当初你来的时候有这么胖吗 没有啊 当初的时候很标志的一个小姐啊 还有很多人追他呢 他爸爸讲呢 好多人追你哦 我都舍不得嫁 想不到你去出家 灰金当初来的时候没那么胖 很苗条的 很苗条 是S型的 S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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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那么胖 不是我教你胖的啊 不是师父教你胖的 是你的嘴巴教你胖的 真的吗 所以佛法是这个样子 也是因果关系啊 你到底吃了什么 就变成什么嘛 哦 现在讲呢 这个 吃了什么变什么 我记得好像 廉智上次讲过一句话 他以前服务的医院 他当妇士啊 他服务的医院 医院门口有一个标记 你吃什么 就变成什么人 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人 东 医的 医的迷信 啊 啊 哦 You are 医的迷信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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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讲说 他意思是叫 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人 哪个医院的门口 有一句话这样子讲 哎 找一个八十公斤的女朋友 是骨感 啊 他有骨感 找个一百公斤的女朋友 是性感 找一百二十公斤的女朋友 是肉感 找一百四十公斤的女朋友 那是情感 凭着情感 凭着情感 找个一百八十公斤的女朋友 那你是幽默感 所以 慧姬那么胖 不跟我们中国中 初步了 没有关系的 初步了school 没有关系的 是他的嘴 哦 三岩啊 三岩也很胖啊 不过他以前 他的名字就叫做 驼岩 身体岩 屁股岩 他说叫三岩啊 他原来就是三岩啊 所以 他不是 听了佛法才这个样子 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在有一个医院啊 在排队做听力检查 听力啊 在耳朵的听力检查 有一个人冲上去去找护士 我是33号 护士讲 33号已经 已经过了 刚才叫你的时候 你都听不到吗 那个人就很生气 我听得到我就不来检查 这个有矛盾的地方啊 其实 人 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矛盾 明明知道不可吃 你还是吃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吃了会胖 你还是吃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人跟人啊 自己本身啊 要自己要降乎自己 不要老是想要降乎别人 先把自己降乎要紧 所以我说 慧金啊 你必须要先降乎自己的嘴巴 你会回到你这个S身材 不然你穿鞋子的时候啊 穿鞋子的时候啊 他一蹲下来 师母刚刚从旁边走过去啊 被他一摊摊的好眼 我当场看到的啊 师母差一点这个骨头都断掉 有一个老婆对着镜子在哭啊 我越来越肥 越来越老 越来越愁啊 这个老婆对了老公撒娇 老公啊 你赶快夸一夸我 哄哄我 老公想来想说 老婆啊 你的视力还是很好的 哈哈哈哈 这个 我们写佛是红不来的 这个写佛的 你说我写佛的境界怎么样 你要实修啊 你实修了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 你的这个佛法 你的法力才会增长啊 这是一定的道理 你实修了 你法力才会增长 刚刚我们有供这个 这个法 法菜 法菜 火供的时候有供法菜 那供法菜是做什么 供法菜的时候就是要让你法力增长 让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 来这里 受灌顶的 法力增长 要法力增长怎么增长啊 一定要 你要好好的实修 法力才会增长 所以连华生大师讲了 禁师要重法 才会实修 这是关联 因果 因果关系 你尊敬师父 自然尊重师父的法 你修师父的法 法力就会增长 到最后 你就会得到证悟 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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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法 实际上去修行 你会得到证悟 就是这样 这是因果关系呀 你不禁师 你就不会重法 不重法 你就不会实修 不会实修 你就没有 不能够正果 因果关系了 有一个男生啊 他的諮商很高 向女生表白 用纸条写上了 5201314 5201314 就是 我爱你一生一世 他写这个数目 给那个女生看 那女生智商很高的 他回来 那个女生 就写了 纸条 他写回来 520加1314 乘以10 520加1314乘以10 哇 这个男生欣喜若狂 我爱你一生一世 乘上十倍 哇 这男生好高兴 结果 你们计算机算一算 他答案是 18340 一个巴掌就把你打死 一巴掌就把你闪死 好了 我妈的 被命了 谢谢大家